最後就來實戰分析 遇到限霸夜叉該如何處理對線 前期300元可以買防禦裝來讓你換血好過一點 夜叉前期也是需要農裝備出來的 這邊蹲草有機會就打沉默給他一套 再來發現他一等是點1技能 所以我們本來要撤退的最後選擇跟他打 再一次打出沉默後他立刻就腳瞬移拉掉 其實我們也可以瞬移跟上 不過中路隨即打信號說他要下靠 那我們就打穩 這波就打出了大節奏 看不出來嗎? 那我們接下去 由於夜叉前期就掉了人頭 讓我先上了4等 清兵也只能後手 因此第一波龍戰我直接蹲點 敵方打野原本只是想看一下龍 沒想到被我逮個正著 收掉後又掉了一波節奏 那這還只是前期 可以看到我這時候回凱撒路 夜叉也只是剛好把兵清掉而已